恭喜你們平安 平安 我們要現我們今天再次的在逐日的早晨聚會 我們今天來講說來 登水 其實這段新聞非常的短 我們也都非常的熟悉 子日學的故事 我們可能都聽過 N 變文 登水 登水對我們來講 我們常常會有的行為 我們常常會看到的景象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什麼 這種景象我們一定常常看到 那個動物 鴨子啦 或者是雞 只要是動物 他們就是跟著媽媽在後面 這個呢 在動物學裡面 或是在性學裡面 這個叫做什麼 叫做明映現象 就是只要他一出生的時候 看到了第一個人 第一個 就是跟著著他 聽我們的現象 那我們也想說我們人 我們人 動物裡也會 人怎麼樣子 人也一樣會有啊 我們可能長大 不管是在 在校園裡面 就是我們在職場裡面 我們也會對我們的文化環境 經濟 政治 各個方面 我們也都會跟隨 是吧 一步行的 這是什麼 從眾行為 大概從明映現象 明映行為到 從眾行為 有時候我們人是 有時候會 麻木的 現在在流行什麼 現在的氛圍是什麼 我們就跟著他 我們就跟隨他的思想 從眾行為 我們講到這裡 我們也可能提到了 我們可能想到說 欸 聽到這兩個現象 明映現象 或從眾行為 可能底下有人 或許會有一點點 自豪說 欸 還好我並不是這樣子 我有一個 獨立思考的頭腦 蠻隱隱為好的 而且呢 我看事情 不會只看商品 我會看 下面的那一大片 我對我這樣子的 獨立思考的恩賜 我感到很開心 也有一點點的小自豪 但是不要忘了 當我們夜晚起床的時候 我們要在一片 虛黑的環境裡面 我們還是要有光 因為那個光 所以我們可以跟隨 可以到達那個方向 所以跟隨 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講 其實是不陌生的 非常的熟悉 我們剛才講到跟隨 我們有沒有想過 你跟隨什麼 我們可以想說 我們的信仰 有跟隨耶穌 那我在職場上 我跟隨什麼 我的人生跟隨什麼 我們有沒有想過 跟隨 是以一個模型 作為榜樣 但是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有沒有想過 跟隨 如果你跟隨 錯了 可能是 不是往正向的發展 是把你跳到一個 更深的一個側的深淵裡面 而且盲目的跟隨跟從 有沒有 對我們是恰當 盲目的跟隨跟從 對我們是恰當的 對我們是恰當的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戴什麼樣的眼鏡 我們建構出什麼樣的眼鏡 你就會帶出什麼樣的世界來 所以很清楚的是 聖經 我們都是屬耶穌的 那聖經上面 也有講到 很著名的 一個話 我們都知道了 就是 我就是 暴露 真理 生命 若不借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我們因為藉著耶穌的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思想 這一個信念 幫助我們 在各個生命的屬民的 各個層面裡面 在我的職場上面 在我的情感方面 在我的財務方面 我藉由這一個 耶穌基督的引領 來幫助我 跟隨著他 那我們從 剛才講到的 剛才我們提到的是說 這一段經文非常短 我們再來看一次 耶穌在加利利的海邊行走 看見一兄二人 就是那稱呼彼得的西門 和他的兄弟安德烈 在那裡撒網 他們本是打贏的 耶穌對他們說 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 得人如得一樣 所以他們就立刻捨了網 跟從了他 從那裡往前走 又看見一兄兩人 西利太的兒子雅各 和兄弟約翰 從他們的父親西利太在床上 上古屋 耶穌就召喚他們 他們立刻捨過去 跟隨父親 別的父母父親 跟從了耶穌 我們從這一段 我們都很熟悉 很簡短的話 很簡短的經文 我們不去想說 我跟隨主 我如何跟隨主 我怎麼樣 我們從這一段經文 我們來去想 去想什麼 我們來去想說 來跟從我 我要叫你們 得人如得無一樣 我們看見的是什麼 剛才看見的那個紅字板 我們看到他們本身打敏的 來跟從我 叫你們得人如得無 這次是什麼 立刻捨了 來跟從我 我們看到的字面上是看到說 他們立刻順佛 但是其實 他們並不是立刻順佛 比如在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 前面還沒有提到 他們是有疑慮的 他們並不是立刻的 當彼得上帝 因為透過耶穌來護照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立刻順佛 沒有像第四章這個經曲 我們今天十八到二十六節 沒有 但是怎麼樣 他們在這一段經文的前面的時候 當耶穌去傳福 傳福音的時候 傳一個悔改的信息的時候 所以天國經文 沒有當你跟從 傳一個悔改的信息的時候 他們感受到了 他們才因為悔改而順佛 然後我們再來想 欸 像你呼召門徒 我們想說這一段經文特別的是什麼 跟隨了這一段經文特別再來 他們這幾個是 像是耶穌第一次 等於是說 首次呼召的第一批的門徒 問他們 耶穌怎麼呼召一個漁夫的行業 怎麼會這樣子 而且他們是沒有疑慮的 跟從 教徒怎麼沒有呼召一個 起碼呼召一個 寶獨 經文的文史 都會把它放在 甚至是 歲力起碼也有一些知識 水平在這裡 但是 教徒呼召他們 呼召 女佛 然後他們 然後他們 在 悔改之後 在這一段經文的之前 十八章 十七章之前 他們悔改之後 他們沒有力的來更應更重 很特別 像你還這樣子的來告訴他們 能不能得人 能得獨 不一樣 那他們事實上 在最後 在最後 也把這個福音 透過這樣子的門徒 福音整個變成 我們來看一個 目的 目的 目的跟誰 是同一個年代 就是我們介紹的那個 喬治穆勒 他們都是同一個年代 那就是 私物之後 還沒有小心介紹過私物之後 他們是同一個年代 但是 他有可能 也像我們 當中 我們也是這樣子 我們可能聽過 我們可能聽過 信仰 我們也已經跟隨了這個信仰 但是我們有可能像這一批的 剛開始的第一個門徒 他們也有疑慮 也有疑惑 就如同這一個 目的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步道家 他帶一個成千上萬的人 在那個年代來信仰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已經在整個歷史裡面 只要你看到 有關這樣子的信仰的 屬靈的鬼人之傳 一定也都會挑他 可是你知道他早期是怎麼樣子嗎 他生長在美國 然後是一個不只是貧窮 總不解釋單親的家庭 那因為單親的關係就重過 所以媽媽很早就把他送到 送去舅舅家 去當一個 有一個技術 所以他的工作 他是一個補鞋匠的 一個技術人員 那他也可能像我們當中 我們也是有成就這樣的現象 因為工作太累了 所以他每次到主治學的時候 他總是躲得遠遠的 我們這邊是平面的嘛 下面有三樓跟四樓 他總是躲得遠遠的 在隱密的地方去休息 然後牆牆步步大碎 甚至是怎麼樣子 之後來聚會的信徒 都不是一個讀經的基督徒 這都有 這都很熟悉 因為屬名的鬼人 他也曾經做這樣的事情過 後來他在經過他們的主任學老 老師就是他們的 一個主任學老是經濟過老師 在協助之下 然後他自己也像剛才 我們這段新聞提到的一樣 聽了福音之後 有感動 他想要服侍主 但是他在服侍主當中 他受了什麼 攔阻 因為人家跟他講說 主任學老是已經夠了 有十二個小朋友 有十八個太小了 老師人數太多了 要嘛你就去哪裡 你就去外面去找小朋友來 所以因為他這樣子 他就去外面 去馬路上找很多小孩 甚至騎著馬去四處找那個師上的 甚至是牆壁 他的在製作裡面 甚至有去強拉人家來信主 結果後來那個女孩子 帶他強拉的女孩子來信主 後來也做了見證 所以要感謝那 邀請你 用這個方式來邀請你 進到教會 我因為他這樣子 而我的生命有不一樣的歷程 所以人家稱目的的傳福音方式 或是稱目的這個人是怎樣 是一個瘋狂的目的 跟落差很大 從剛才的 我們介紹他小時候的狀況 或以前早期的狀況 那目的因為這樣子 開始有經驗之後 他常常的在公眾當中去做見證 可是我們剛才有提到了 他是什麼 出身的 他對補邪的 漁夫出身的 沒有什麼好的學識 他被人家批評什麼 我看這個媽媽笑得很開心 他被批評什麼 他被批評說 除了文法說我擺出之外 他就說你這個修邪項的 有什麼學問呢 所以別人都一直勸他說 你不要去做見證 不要去再去講 不要再去傳福音 你一講就錯誤擺出 而且沒有什麼好的樣貌 讓人家跟隨你 通通通都沒有 但是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曉得 我的文法有錯誤 但是我是盡我所能的 為主說話 因為當他被主摸走的時候 他這樣子很盡力的來傳著祖福音 那我們有講到說 因為他很熱心的傳福音 瘋狂的傳福音也好 所以呢 每一次的步道大會 就是奮行會 參加的人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知道 這一個屬於文的自傳的話 都可以知道說 就是他去帶領了 當初人家意想不到的 評論他的錯誤擺出文法 實驗也不怎麼樣的 補結上的一個傳教士 結果到了最後 有一個規模出來了 甚至是建坦 帶學校 現在很有名的 在芝加哥的目的的聖經學院 他就是這樣子盡力的 不斷的去傳福音 把福音灑出去 我們從這一段經文 我們看見 看見了目的 不就正是符合 哥林多前書一章 這一段經節所說的 其實他沒有好的 剛才跟媽媽笑得很開心 他沒有一個好的學識 沒有一個好的社經地位 但是呢 上帝去拣選他 上帝去使用他 為什麼耶穌去呼召的 第一個門徒 不是呼召那個 飽讀詩書的文室 也不是去呼召那個 非常懂律法的阿利塞人 也不是去呼召那個 起碼有一定的政府官員的稅立人士 並不是 張帝呼召的第一批門徒 居然是漁夫成為他的門徒中的門徒 我們等一下來介紹 為什麼他們叫門徒中的門徒 張帝前選 我們可以用這一段話來去對應 那個 這一段 我們今天要讀的這一段經文 四章18到22人的經文 然後透過目的的這個故事 我們來看說 不就正式嗎 上帝前選 余卓的叫智慧的羞愧 又前選軟弱的叫強壯的羞愧 為什麼 因為當他所做的 他所行的 完全完全都是上帝代理的 完全都是上帝一步一步所做的 沒有人能夠去誇 這是靠我的恩賜 這是靠我的才能 有時候我們會講到說 哎呀 我老了 我沒有辦法做什麼 也許可能常常講的 就是那漁夫的樣式 真的就像墓裡的樣式 我也打瞌睡 我也不是一個讀經的基督徒 但是當你被主的恩典去摸著了 被主的愛去摸著的時候 有可能你就是那個門徒中的門徒 你就是那目的 你只是怎麼樣子 你只是在上帝的愛當中 往前的邁進 在上帝的愛中 積極的穿伏 那綠宗前說 也有提到什麼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我不行啊 我可能我是家庭主婦 我年紀老邁了 我沒有太多時間 或者是我口才不好 我們剛才舉的這個例子 或今天的這個經文 他們沒有一個口才好 沒有一個受到很多的 我們講的教育 但是他盡力了 領了很多人來信主 我們要知道 我們能夠今天來到這邊 或者是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裡 是每一個上帝所在你身邊 興起的人 一棒接一棒 一棒接一棒的 來幫助我們 來認識這個信仰 是上帝的帶領 使我們能夠成長 使我們能夠在這當中 我會有可能講說 上帝的愛是多麼豐富 上帝的恩典 迫不及待的要祝福我們 在祂的愛裡面 怎麼樣子 滿有憐憫慈愛 滿有公義 是豐富的 就如同這個彩虹端 是一個豐富的 就如同或者是如同像花園一般 我的生命不再是一個單調的顏色 我的生命在祂的愛裡面 是一個富足 是一個豐盛 但是我們有時候 可能有現在的景況裡面是什麼 我們可能埋怨冬 埋怨冰 或者是不順服的態度 特別是有小孩子的家長都知道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常常對你領著 或是有可能我在當中 我跟隨祖 我在這信仰裡面跟隨祖 但是我總是怎麼樣子 懷風懷心 沒有一個完全的在祖的懷抱裡面 好好的安歇在祂的懷裡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自以為意 在這當中 就如同武術的那一批門徒 我們看京劇的四章 十八到二十二 他們是立刻順服捨棄了 但其實他們並沒有 我們往前面看 其實他們沒有 但是當他們被觸摸的時候 他們做這樣的動作 做這樣子的生命的回應 好 我們可以說 我們這一個進去 來跟從我 跟從這個原本的意思是什麼 我們當然講說 我們來說 他們為什麼是門徒中的門徒 跟從原本的意思就是 做主的門徒 所以你了解 跟從我就是我要做主的門徒 跟從不是我信了一個基督教 教條 教義教條 不能信基督教 不能使我們怎樣 而是你信了基督 你要學習祂的樣式 跟從祂 做祂的門徒 是一個怎麼樣子 是一個打破你舊有的生活型態 當你做門徒的時候 你是打破你舊有的思維 舊有的生活習慣 舊有的一切 因為我們講到在十八節之前 耶穌在傳福音的時候 傳的是天國的訊息 是一個 天國的訊息 是一個悔改的訊息 是一個打破 打破當時那個年代舊的思維 是一個信使在裡面 跟從祂的門徒 打破那個舊有的方式之外 他要怎樣子 進到新生命裡面 那些女父不就是這樣子嗎 打破他舊有的生活習慣 有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為什麼說他們是 門徒中的門徒 耶穌說 他後來帶了十二個門徒 他是第一批的門徒 所以我們可以說 他是門徒中的門徒 為什麼我們稱他 門徒中的門徒 當你與神有很好的連結的時候 不僅是打破舊的思維 帶上新的眼鏡 有新的生命看待新的事情 新的能力 新的做事情的方式 臨到我們的身上 甚至你在這一個 與他親近的方式當中 我們這一批門徒中的門徒 他們也會有怎麼樣 不一樣的體驗 什麼叫不一樣的體驗 我們可以從 整個馬太福音的十七章 十七章一二節那邊講 耶穌沒有帶其他的人 看見這樣子的耶穌的狀況 我們不是說要什麼神秘經驗 沒有 但是我們從十七章的一到二節可以看到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 約翰安安上了高山 就在他們面前變了形象 臉面明亮如日頭一掌揭露光 我們在這裡不是要強調一個神秘經驗 沒有 我們在這裡是要說的是什麼 當你與主連結 有願意成為他的門徒的時候 甚至是門徒中的門徒的時候 上帝要帶領你去經歷不一樣的事情 不一定是每個門徒 每一個追隨者有的 但是上帝愛他們帶領他們 甚至在馬可福音的五章三十七節 也有提到 耶穌沒有帶誰 耶穌只帶這一個 我們看起來是 我們剛才講的漁夫 也就是核心 核心中的核心門徒 去體驗 去經歷一些事情 以至於他們因為有這個經歷 他們可以這樣子 線上即或不然的去跟隨主 因為他相信 因為這一群人他看到了 他相信他的主是 又真又活 是真實的代理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講說 這一群漁夫怎麼樣子 他打破了他的救死 舊的生活習慣 他有一個新的生命之外 因為他們的不疑慮的跟隨主 他們有在主的旁邊 有很多的不一樣的體驗 不是其他門徒 其他的跟隨者 那些群眾有的 沒有 他們有不一樣的體驗在這當中 那麼可以說跟隨主是什麼 跟隨主是一種信心的表現 因為跟隨主怎麼樣 當門徒跟隨 所以我們說門徒 做主的門徒 做主的門徒也是一個信心的表現 我們用這個信心的表現 我們要看這一群門徒怎麼樣子 他們可能有順復的元素 順復的元素在裡面 為什麼 當他們被主的愛觸摸得著的時候 他們怎麼樣子 他們立刻 別人父親捨了船 跟隨耶穌 也因為他們的順復 我們可以在今天 在歷代下來 現在我們在今天 因為他們的順復 所以我們得到這樣子的福音 所以我們就說 你看門徒的時候 因為你的順復 你這樣子的品格美格在這邊 可以使人更了解基督 更了解信仰 羅馬術的十六章七節 因為順復已經傳遇眾人 所以我不以你們歡喜 但我願意你們 在三世上聰明 在二世上宇宙 我們也可以說 這一群門徒 他們的信心表現除了順復 這個元素之外 我們也可以說 在這一群門徒裡面 他們還有什麼 被彈見 或是我們可以學識的 就是什麼 謙虛 順復謙虛 我們可以想 他們裡面 同樣 我們不敢說 我們不說 他們是烏合之眾 但是他們裡面 沒有一個 比他們更有學識的 來帶領他們 但是他們就是 怎麼樣子 彼此怎麼樣子 看自己比別人強 以至於這一批核心中的核心門徒 他們這樣的福音 往廣傳 所以我們可以說 當一個跟隨主的門徒 我們裡面 我們是核心中的 核心跟隨主的門徒的時候 我們裡面有什麼 有一個謙虛的原書 有一個謙虛的原書在裡面 有一個謙虛的原書在裡面 他們成為一個基礎 他們成為一個核心的群組 然後以至於福音廣傳 我們也可以說 他們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勇敢在他們裡面 你看要改變就有的模式 是多麼不容易 但是當他們被主觸摸的時候 怎樣子 他們願意跟隨主 但在當門徒的過程當中 不會有遇到挫折嗎 你在領人歸主的時候 你說 會留在領人 信主的過程當中 有時候 我也常常一下子他來了 一下子他不來 但是 上帝透過這樣的新聞 來告訴我們 不可以丟棄勇敢的心 因為要大得上三思 用我們在這裡 門徒勇敢的心思 不是一個品夫之友 而是一個 他完全非群門徒 人徒完全知道什麼 像木 像木底所說的 因為木底福音廣傳 木底所說 他的能力是什麼樣子 他用詩篇的 這一個經文 列出二篇十一節 來跟大家分享說 能力都屬乎上帝 能力都屬乎上帝 所以這一群門徒 他們的勇敢的心 是他們除了持續不見到人勇敢之外 他們知道他們的能力 全部都是來自於上帝 沒有什麼好化合的 以至於這一群門徒 他們可以在後面 我們看我一個後面那邊講的 那得盛的 我要賜在人子的右邊為榮耀 真是神探彼此而已 那我們講到所有的得盛 我們這邊講的 不比奇事物 和其他引誘到示範的 那個得盛的慣 我們不誤說 而這個 我們是要 但他在這裡講說 這一群漁夫他在福音廣傳的時候 他們得盛的慣名是什麼 是在生活的當中 他們都要去經歷上帝的待遇 他們得盛的慣名是什麼 是在平常當中 上帝以恩典為你的慣名 在你所走的 有時候當門徒 這些門徒 或者是你們跟隨基督的人 不辛苦嗎 但是 今天這樣子來告訴我們 來安慰我們 你要知道有時候 你在工作當中 遇到不愉快的事情 你為主堅持 但是上帝都知道 祂要用恩典為你的慣名 祂在你走過的路徑當中 祂要為你擺設 豐富的持有在這當中 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媽媽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的感謝 謝謝你 呼召我們 呼召我們每一個人 來跟隨你 做你的門徒 因為你的愛 是我們每一個人 因著有不同的職分 在社會上有不同的工作 有不一樣的歷練 但是 你不看我們這一些 因為你在創世以前 你就把救恩給我們 也呼召我們 要成為你的門徒 甚至是一個 得人如得予的門徒 主求你幫助我們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能力 都來自於你 主我們謝謝你 謝謝你在過往 在我們的生命還不認識你的時候 甚至我們 就像目的一樣 有時候是疑惑 偷懶 不讀經的 但是你們就是 一步一步 引領我們 以至於 我們能夠在你的靈面 成為被你使用 而且大大使用的門徒 主願這樣子的旨意 免今天的早晨 放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讓我們成為 因為跟隨你 成為一個 得人如得予的門徒 謝謝主 我們這樣祷告 是奉主約束的 聖明感恩 阿們 這首歌 來回應 主一步一步的帶領我們 你看 。 完美 谁能想祢 上司的爱与祝福 自爱与同意 与祢帮座更新 我的信念 我的信念 主要你是我心的爱与祝福 你爱我的无好处 主要你是我心的爱与祝福 我生命主 你生命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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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的圈回书 我们从今天造成真感情 我们告诉我们 也许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平凡的人 你没有好的社会 没有好的心病在这当中 但是上帝透过耶稣 进入中的第一个门徒 核心中核心的门徒 居然就是这样的平凡 不起眼的渔夫 但是当他们被主的爱触摸的时候 他们一步一步的被主带 一步一步的被主使用 你觉得你平凡 在主的眼光里面 你不平凡 在主的眼光里面 神要使用你 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成为一个得荣不得有的人 用这一段新闻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今天造成的一个努力 神祝福我们 阿们 祝福我们